Hello 大家好 欢迎大家回来我的频道 I'm Makeup Artist Mimi 相信大家都有敷面膜的习惯 但市面上这么多款面膜 到底哪一款適合自己呢? 所以由今集开始 我就会做一系列的面膜实测 帮大家为一个适合自己的面膜 这个面膜实测系列 我就会按照不同功效的面膜 去分别做实测 除了分享我个人的用后感之外 我也特地买了一个皮肤测试机 去分享一些客观点的数据给大家做参考 第一集想和大家分享的 就是非常适合现在去使用的 5款同盘式保湿舒缓面膜 因为我们现在常常要戴口罩 而且天气越来越热 所以口罩底下的皮肤 很容易敏感发空气 所以今集就会实测 5款网上获得好评的保湿舒缓面膜 这5款分别是 Gram Glow的水酿再生补水面膜 Chantacan的花盐保湿修护面膜 Peter Thomas Rolfe的青瓜舒缓保湿面膜 Kiehl's的金棧花炉梅震症保湿冻膜 和Fresh的玫瑰面膜 在开始之前我也先说一下 我的肤质 我是底肝外入的混合肌 底层比较干燥 外面出油出的比较劲 尤其是鼻的位置 我两颗是比较容易敏感的 所以用到不适合的护肤品的时候 我会敏感反红 因为护肤品的效果就是一人二二 我就提供我这个肤质的使用感给大家参考 刚才说的五个面膜 内面的头三款我是比较常用的 跟着那两款 因为我有敏感的情况 所以我只是使用过两至三次 测试的时候为了公平去测试 所以我也是使用相同的分冷 即一粒提子的分冷 敷的时候我也看过他们的建议 全部都是可以敷十分钟的 而且敷的前后 我都会用这个皮肤测试机 去测试水分 提高水分提升的变化 第二天我都会观察皮肤的状态 有没有抹紧 有没有任何改变 去观察保湿的持续力 接着我会按照我心目中的气候排名 去分享我这五款面膜的实测分享 第一款想和大家分享 也是我最喜欢的就是这款 Brand Glow的水样再生补水面膜 这个面膜就是490元 50g 也有100g 就是在买690元港币 它是特别针对缺水的皮肤 而且它蓝蕾都适合使用 它里面的保湿成分分别有 透明质酸、柠檬酸和苹果保湿糖 有椰子、茶花蜂蜜 和生姜有维他命C 可以舒缓你的皮肤 塗上去有少少透明的裸膚色 它的质感虽然是矿物 但其实它是很水润易推的 而且它也很容易去清洗 你塗上你的皮肤之后 你就会感到有清凉感 可以帮你阵阵舒缓皮肤 而且你就会闻到很浓很甜的椰子香味 我自己个人就很喜欢 而且它有很多不同的方法可以使用 例如它可以做10-20分钟的补水面膜 也可以做sleeping mask使用 也可以在飞机途中使用 可以在飞机途中使用 去帮你锁水 甚至是男生看完酥后 也可以使用它去舒缓看酥后的不息 它就是我今天实测的五款面膜里 我最喜欢的 因为它保湿度是最高 在敷之前我的水分是49 敷后就已经变了69 提升了20% 是真的很多的 我都觉得皮肤很保湿 和变得柔圆 摸下去都会比较滑 除了有降红的效果之外 明显地你会看到毛孔有修饰 額头的细纹都会有少少变淡的效果 敷完这本面膜之后 就算你塗skine care的时候 你都会感觉到清凉感 而且到第二天睡醒的时候 你都不会觉得皮肤正硬 你会觉得保湿力依然有 它就是我今天介绍的面膜里面最保湿 和功效性最好的 所以即使它是490-50g 我都觉得是很划算的 而且这个已经是我回购的第三盒面膜 这个我只是用了一个星期 但其实我已经用了四分一盒了 因为我都很想敷这个面膜 我自己很喜欢它的清凉感 和舒缓的感觉 和它的香味 第二款我实测的面膜 也是我第二名最喜欢的面膜 就是这个 Shantekang的花盐保湿修护面膜 这个面膜就是820元 50g 它的价钱是最贵的 但是它就是我实测面膜里 保湿性持续得最久的 到第二天睡醒 我都会觉得面膜很油溶 很保湿很舒服的 它里面就有夏威尔果油 和月健草油 可以滋润柔软皮肤 还有它有94% 都是天然的草本成分 而且它是以玫瑰水做基底 所以可以帮你舒缓震静肌肤的 你看到它里面是一个creamy的质地 敷下去也很舒服的 你会感觉到真的觉得很滋润那种感觉 感觉到好像一路有水分进入你的肌肤 而且它的潤窄感 是你洗完面之后 它都会有一个潤窄感 敷之前我的皮肤水分是47 敷之后是58 提升了10天 也是一个不错的数字 敷完之后 它也可以帮你皮肤降红 如果你皮肤很红的时候 它就可以帮你减一半左右 它的質感会比较像面霜 所以比较柔润 如果你是中性折肝性肌肤 或者是成熟的肌肤都非常适合 除了可以做10-20分钟的保湿生活面膜之外 也可以用一个sleeping mask去使用 第三款我实测的面膜 就是这款peter thomas roff的青瓜舒缓保湿面膜 它是510元 150g 即是3.41g 它是里面最便宜的面膜 虽然它要500多元 但因为它有850g 就真的很大盒 用了很久 它里面有青瓜 木瓜 菠萝等保湿成分 而且它也有露灰 可以帮你的皮肤做到舒缓的效果 它里面就是绿色啫喱的質感 你塗上手是非常容易推开 而且你会感到冷凍的感觉 你敷的时候 就会闻到一股淡淡的青瓜香味 而且一路都会感到有些水分 好像在进入你的皮肤 我敷之前的水分呢 就是48g 敷完之后呢 是58g 它也提升了10分 它可以迟做那一天 都有保湿的感觉 它除了可以口敷5至10分钟 做一个急救舒缓面膜之外 你也可以敷在眼套的位置 做一个眼膜去使用 它就会帮你去肿 和减碳眼膜 而且它也可以做一个sleeping mask 所以它功能上也挺多的 如果把它放进冰箱之后 敷它呢 它降红的效果就会很明显 而且毛红都会有些修饰的效果 而且呢 额头的肛纹都会没那么明显 所以呢 其实它各方面的能力都不错 是性价比之选 那第四款我实测的面膜呢 就是这个 Kiehl's的金镇花奴会镇静保湿洞膜 这个洞膜呢 就是港币390元 100ml的 那就是平均呢 是3.91ml 那它就是今天测试的面膜 里面呢 是第二便宜的 那它呢 就是有一个金镇花的成份 可以帮你舒缓震静皮肤 那另外呢 它也有一个挪回的成份 那是可以帮你保湿和舒缓肌肤的 那它都是一个遮理座的側感 那你会看到里面呢 有金镇花的花粉 那它就是可以做一个5分钟的 震静保湿急救面膜去使用的 雖然它有挪回和金镇花这些舒缓成份 但是我用它呢 我竟然敏感 我试过两次 一次就是我皮肤比较敏感的时候 我试用它 看看我可不可以舒缓到皮肤 那结果是不行的 第二次呢 就是我皮肤没有敏感的时候 我敷它 敷完之后呢 我皮肤就起了敏感 那所以呢 这个面膜呢 我只试了两次 因为我真的敏感用不到 在敷这个面膜之前呢 我的水分是49 敷完之后呢 是变了63 水分是即时提升了14 那虽然我试用它是会敏感 但是我测试了皮肤的水分呢 它是有提升了14 所以其实它皮肤即时的保湿力呢 是今天的面膜里面排第二 它的保湿力是不错的 所以如果你不是敏感的皮肤的话 你也可以去试一下它 建议大家去Counter 去做一个皮肤分析啦 那它都会有一些 sample 可以送给你试了先的 那或者呢 你去Counter试用的时候呢 可以试用了在耳背这些位置 或者是手这些位置呢 去测试自己对它 会不会敏感啦 那面膜敷完几个小时之后呢 它就开始轻轻了 那所以呢 它可以做到即时提升水分的效果 它的持续力就不强的 那所以如果你是不是很干的皮肤 例如你是油性至中性 而且你不容易敏感的话 其实你也可以试一下这个面膜的 因为它即时补水的能力是挺强的 第五款呢 我试用的面膜呢 就是这个 Fresh的玫瑰面膜啦 我这一款呢 就是200 100元就30ml 那它里面的纯玫瑰水呢 就可以帮你舒缓你的皮肤啦 还有呢 它里面呢 都会有青瓜和芦蕉这些成分啦 都是帮你震整舒缓肌膚 还有一个cooling的功效的 那你会见到呢 它里面是啡色啦 而且它是比较柔质一点的 比较水一点的 还有呢 它里面呢 有些玫瑰花的花瓣 那你塗上面的时候呢 其实很舒服啦 那你会闻到一阵玫瑰的味道啦 而且呢 它的质地是相当水润易推的 那你敷上去呢 你会感觉到一点点亮亮的 但是呢 我用这款面膜呢 我的皮肤是有敏感的情况的 当我皮肤敏感的时候 使用它呢 是没有减碳到我皮肤的反洪情况的 那还有呢 它的水分提升力都不是很强啦 使用前我皮肤的水分就是49啦 使用后呢 就是57 那而且呢 它的持续力都不强啦 我敷完之后 没内呢 我已经觉得皮肤觉得慢着和干燥啦 那因为这个面膜会令我敏感啦 所以我只是使用了三次的就是 那我对这个面膜就挺失望啦 因为它水分提升力不强 那又做不到舒缓啦 而且价钱呢 都不算便宜的 那始终专贵品牌的面膜呢 都不便宜啦 那希望今天的分享 可以帮大家选择到适合自己的面膜啦 那可以留言告诉我 下一集大家想看 另外五款 急救补水型的面膜 还是sleeping mask啦 那如果你喜欢我这条片的话 记得like和subscribe我的channel 可以follow我的IG的 那我们下集再见啦 拜拜 拜拜